江右看见 江前看 江前看 立场 赵传奇 出列 真是当了大队文术了 连家乡话都忘了 当心乡下们说你忘本 拿烟袋锅子 敲你的脑袋瓜子 笑笑笑 多严肃点 大队长命令 早操结束后 赵传奇向吴大力同志陪你道歉 赵传奇 开始吧 昨晚的事情是我不对 不该喊来不该嚷 瞧瞧用屁股担子 不干你下面的尸褥子 瞧你的贱相 跟魏二寡妇黑灯学不到好 你有本事再说一次 眼睛瞪挺大呀 一提起魏二寡妇就来精神是吧 大伙看看 这像不像教春的猫啊 是 你给我下来 再说一遍 赵传奇 你把手放开 队伍上不让大人 缴拿队伍来吓唬老子 老子现在就打你 你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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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伤可爱啊呢她啊何妮想 Shaun wants to fluff up into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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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呀 有把的力气 要不 咱俩来来来 你上刚好 我要是把你给摔倒了 那叫我没本事 我呀 在死人堆里面 不知道滚了多少个来回 还没遇到能摔了我的人呢 这样 如果你把我摔了 我就立个规矩 啥规矩 谁要是再敢 搅你跟威儿寡妇的舌头 我就关她进壁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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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等啥 投席我 好 有本事你转过来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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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齐 把他的脚放下 好小子 能把我扛起来的 你算第一个 好小子 大队长 嗯 你说过的话 还算数吧 算数 你们继续练吧 赵春齐 收拾一下 到队部来 干啥呀 把伤口夺上药 只有这点少伤还擦药 也就是小白脸受不了这事 向吴大利同志道歉了 糟了 昨晚回去就没合眼 静琢磨这事了 乡下人不识几个字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 说不好就动手打人 我现在开始对你正神 等等 啥叫正神 政治审查 政治 哎呀 我又不盖防防 别跟我东拉西扯 我告诉你 只有政治审查过关 你才能留在集训大队 你才有资格 成为一名合格的抗日战士 听懂了吗 我问你 两个月前 你到太原城做什么 我到太原城做啥 你会不知道 现在是我问你 回答我 到太原城 网销鬼子 那你为什么 会住到翠红楼 因为翠红楼离日军宪兵司令部最近 他想不到我会藏在那儿 有利于我观察鬼子的动向 好 那你 在翠红楼里做了些什么 详细点 不许隐瞒一个字 隐瞒 不是 不就啥隐瞒 被驴踢了脑袋的傻子都知道 你说逛机院逛机院他能干啥呀 注意你的态度 我态度咋了 我赵传奇敢坐敢当 我倒是想问问你呀 我说 你有事没事到翠红楼干啥去了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向组织交代清楚了 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有啥不能说 翠红楼里的沉鱼落雁碧月休花我兜手 他们都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了 告诉我什么呀 说你是那里的常客呢 赵传奇 踩着猫尾巴了 你那么大声嚷嚷什么呀 我告诉你 都是大老爷们我明白 有些事情身不由己 赵传奇我告诉你 猪八戒倒打一趴倒置不好使 现在是我正身敌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逛瑶子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是不可能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议员 你想过来这客 但我不知道你这个小白脸乘着什么心思 你不就是瞧不上我吗 不就是想赶我走吗 此处不留言自有留言处 我告诉你 到哪儿都是杀鬼子 我就不相信 守戒的和尚饿得苦 吃肉的和尚能成佛 好 我要让奋良山的老少爷们都知道 在这支队伍里 有一个逛瑶子的教导员 站住 不要白不要 手子还弄破了 跟那个小白脸闹翻了 传奇哥 那你还真要走啊 老了 在哪儿都是打鬼子 我就是受不了这窝囊气 我就问你一句话 跟不跟我走 我 传奇哥 传奇哥 鬼子来了 体积果子的阅书车队 参谋长指挥跟居地主力部队 跳到了外线作战 两场大战下来 跟居地后勤部门积攒的家底 都快打光了 两个多月前 太原地下党同志 曾经制定夺取鬼子军火库的计划 就在行路之日 鬼子军火库被炸 导致计划落空 不然上级也不会命令你们 仓促地打这一仗 好 请你转告上级 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我们坚决执行命令